我按住了林芳的肩膀 狗咬人一口 你还要咬回来吗 老大 你真是太明智了 他说我们是狗 下次见到定要让他好看 随后我便带着林芳出了夜店 没想到迎面而来的女子直接撞到了我怀里 瞎了你们狗眼了 敢撞我大哥 林芳闭嘴 我没事 二位走吧 刚刚那两人明明是故意撞大哥的 为什么放了他们 如果我没猜错 刚刚其中一个正是我的未婚妻方施施 老大 那真的是方施施 小声点 我们先回去看看 难道他也是来逛夜店 我闻言差点没被林芳气晕过去 小子你居然回来了 去看医生这么快吗 放肆 我大哥的身体不知道有多棒 需要你们的破医生 你低调点啊 虽然我很厉害 但是也不要弄得大家都知道 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此时身后的那两位姑娘走了过来 我们可以坐这里吗 林芳此时竟然跟我唱起了反调 我说不可以 他却说可以 四人尴尬的四目相对 要做就做吧 不行 我回来的目的不就是表现给他看的吗 我此时直接站了起来 B机姑娘 今夜本公子要与你共度良宵 我的操作瞬间把一旁的人惊呆 而我此时却在想 我如此放浪 是个正经姑娘都不会想嫁给我了吧 和自己的未婚妻在夜店门口擦肩而过 而她却没有认出我 我随即跟到夜店 并出嫁十万两要花魁陪我过夜 公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台下的人群也纷纷怒斥 这种人不过有几个臭钱罢了 所谓花魁 必然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岂能被金钱打劫 随后我便听到 公子想包我也不是不可以 台下众人被瞬间惊呆 公子可以复诗一首 如果能打斗奴家 可以分文不去哦 作诗那不是拿为我吗 各位客人也可以复诗 谁的诗好我便跟谁 台下的众人一听 纷纷开始作诗 这真是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 吴语到家了呀 随后便看到一个胖老板走了上来 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众人全被惊呆了 后面呢 在下也只能想到这半手 难以描绘碧姬姑娘的美貌于万一 台下的人纷纷称赞 虽然只是半手 但已经是难得的家具 明日必将轰动京城 我这首诗姑娘可喜欢 我一看这架势 随口用我的知识储备说了起来 不是爱封尘 四倍前缘物 花落花开自有识 总赖动君主 我的操作瞬间把台下众人惊呆 老大 你居然会作诗 老子不会写诗 还不会抄吗 真当老子的历史是白雪的 公子这首诗 无论是意境还是用具 都是上上之雪 足以名扬天下 今晚碧姬任随公子同去 老大 你太棒了 与此同时便看到 一群书生朝我冲了过来 随后我便与碧姬来到了房间里 你不用是起 我这就走了 公子可是奴家姿色平庸 不入公子乏眼 和你没关系 本少就喜欢没事拜个家玩了 公子 我阅人无数 从没见过公子这样的人物 我随即往门外走去 一把按住林芳的肩膀 便看到林芳在门外偷听 我偷听会死啊 就在这时门外的老宝冲了进来 李公子不好了 应该说是我林公子不好了 我大哥好得很 二位 锦衣卫查房 如果发现二位在这 我明月楼孔还要关门大吉了 什么 是谁走漏的消息 随后便要把我们两人赶出门外 但透过门缝往外一看 外面早已被大批锦衣卫围了起来 都到门外的这网哪跑啊 老大 我不想死啊 被锦衣卫抓到 就真的完了 此时老宝只会让我们俩躲到床下 下一秒便见到两个锦衣卫直接破门入 我接到线报 有官宦子弟参加选发魁 人在哪里 大人 这里没有官宦子弟 都是一些平常来的熟客呀 少废话 给我搜 他本是一个平民 却轻松拆穿了两个倭寇间谍 就连锦衣卫见了他都得下跪 你莫非是大明皇太孙 随后我便得知了举报我的人正是夜店的胖老板 当年小人跟着国公征战沙场 才能有今日的幽容 少爷放心晚 少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随后便听到他命令手下 给我狠狠的答 锦衣卫也是你等随便知识 这两个倭寇人送去我那里 我要单独和他们谈谈 随后便看到那两个间谍已经被抽得嚎啕大哭 那个胖子多关他两天 当减肥了 随后我便带着林放回到了府中 老大 为什么要放了那两个窝人 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大买卖 罪人不知公子爷竟然是曹伯公的公子 还请公子恕罪 愿做公子爷门下中拳 求公子收留 你以为我老大是谁的